會用Line的舉手幾乎每個人都有 為什麼 因為在行動裝置上 消費者的行為就是做這件事情 做Social 聽音樂、玩Game 但是Social的排名其實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其實這邊大家也可以看到 FB、社交工具、YouTube 其實也是一種社群的一個 運用的一個工具 所以其實大家都在手機上做這些事情 所以為什麼這些事情你必須得做 因為你不做你就是被動的客人上門 那你的客人很容易會被別人洗走 成為他的忠實會員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經營社群學校 這件事情是比較科學的一個理論 就是因為在網路 大家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大家都有用過Google跟Yahoo去搜尋東西嗎 上面有一個Bar Key東西找東西有沒有 有沒有想過為什麼出來他在你前面 你今天搜尋一個 肉乾到底是誰排第一名 大家有試過嗎 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為什麼他可以排在前面 你不能排在前面 這個就是跟搜尋引擎有關 這個是等一下下午會講的比較理論的東西 就是比較實際應用的東西 為什麼搜尋很重要 因為他叫做免費的廣告 像今天剛剛問有兩個人在網路上有下過廣告 廣告這件事情是很貴的 我在東京昨夜的時候 我一個月要下一千多萬的廣告費 一千多萬的廣告費要去支撐一億多的營業額 那這廣告費怎麼算 一個人點一下你的廣告 你就要付給這個網站 4塊到8塊不等的成本 點一下就要付錢喔 還沒買喔 只是點了你的廣告喔 那搜尋引擎就是一個免費的流量 就是不用錢 你只要想辦法做好你的SEO 就是我們搜尋引擎的最佳化 你就可以讓你的排名排在前面 那他就會點到你 這個人進到你家就是一個完全免費的廣告 那這個下午會比較多的琢磨 就是教大家怎麼去做好你的搜尋引擎 讓別人最快找到你 大家有沒有想過 我在三峽賣金牛角 為什麼都是金牛角 他的排名在第一頁 我的排名在第十頁 別人可能做了你不知道他做的事情 好 那因為在搜尋引擎上 他對社群網站是友善的 怎麼說 如果今天你很多的流量 是透過部落客 透過社群推薦而來 他會認為這是一個好的流量 所以你的權重就會被加分 你加分了之後 今天客人找金牛角 你就會排在別人的前面 因為有很多的部落客 推薦這家金牛角 因為有很多FB的朋友 轉載他的朋友說 這個金牛角好吃 我來這裡打卡 他就會認為你的金牛角比他的好 所以當有人搜尋金牛角 三峽金牛角 你就排在前面 別人就排在後面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搜尋引擎 而且在社交的網站上過來的 他會幫他加分 所以做社群為什麼很重要 因為可以增加搜尋引擎的權重 他是你一個免費的溝通的媒介 而且很容易怎麼樣 呼朋引擎 像FB我對一個東西有興趣 我打一下 我身邊的200個朋友都看得到 如果我的200個朋友也覺得好 他也按個讚 他身邊的200個朋友又可以看得到 所以這個渲染的速度是快的 然後能夠讓你的粉絲 就是產生你的購買力 然後利用這些互動提高粉絲跟你的參與感 然後再來透過一些數據的分析 其實只要是社群推薦的流量 他的轉換率是高的 轉換率是什麼 就是提代率 比如說部落客推薦的流量 你可能推薦的產品 你可能會想要買 你朋友喜歡的東西 你也可能會想要買 可是今天只是單純的看一個廣告 你可能連看都不會看 這就是社群的重要性 怎麼經營一個好社群呢 你可以自己做一個自己的FB粉絲團 像大家如果有產品 有服務 其實可以自己做一個粉絲團 這是免費的 在網路上很多東西都是免費的 流量是貴的 所以你要怎麼去養你的流量是重點 所以你可以自己做一個自己的粉絲團 那粉絲團來了 我做了 就像我開店一樣 沒人看啊 那怎麼辦 所以你要想辦法增加你的粉絲數 粉絲數不是無限上綱 但是是跟你有行為 就有關聯的 有交易行為的人 你要把他留下來 所以舉例來說 好了 這個人是賣多肉的 他就做了一個多肉的粉絲團 那他可以在粉絲團做些什麼事情呢 他可以做一些內容 比如說 我告訴大家 我分享很多國外很漂亮的園藝 讓你看 因為這跟植物是有關係的 我分享一些園藝的照片給你看 我教你怎麼 怎麼去養好多肉 大家知道那個多肉仙人長 其實很不好養 很容易死掉 我告訴你一些實用的資訊 告訴你這些東西 多肉很好玩 就是怎麼養 可以養得好 國外有一些不錯的多肉的盆栽 提供給大家分享 去討論一些話題 然後 重點是你要對這個東西 非常的有熱情 所以其實 我們在經營社群 其實這三塊是非常重要的 那什麼是有價值的社群內容呢 大家有沒有看過有些FB啊 每天都在po笑話 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看過這種FB的 然後或者是po有趣的影片 可是大家要去想一件事情 如果每個人的粉絲團 po的都是笑話 那我今天為什麼要加入你的粉絲團 因為它沒有價值 因為你可以po 它也可以po 你可以轉載 它也可以轉載 它會沒有價值 所以你在粉絲團經營你的內容的時候呢 你要做到的事情有這一些 你必須要站在你的專業度去告訴消費者 你的價值是什麼 所以你可以去想一些新奇有趣的東西 分享 這就是我們剛剛講的有趣 你可能偶爾po一篇 比如說你一天要po 像我們在經營粉絲團 一天大概要po四則左右的訊息 你可以一篇po有趣的東西 po感人的東西 一篇你可以po食用的東西 比如說我剛剛舉例的那個多肉 到底怎麼照顧多肉比較好 今天氣溫35度很熱喔 提醒大家要把多肉搬到陰涼的地方 不然它可能會死掉 這個就是實用的訊息 而且直結訊非常的高 跟今天的訊息非常的有關 懶人包 懶人包是什麼 你把資訊收集起來 整理過 這個叫做懶人包 讓大家一目瞭然 第一次種多肉就上手 這個叫做懶人包 你就可以在你的社群去分享這樣的訊息 然後當然還有最重要的就是優惠 所以其實你可以一篇有趣的 一篇實用的 一篇比較優惠的訊息 去互相做你的搭配 然後每天跟你的消費者做溝通 那你的粉絲團人數可能就會好一些 那接下來要怎麼去下一個好標題呢 因為啊 像我們剛剛講到一個重點有沒有 你的粉絲團不能只是讓人家看 看沒有用 因為他沒有點 他沒有點的話 這個流量不會進到你的網站 搜尋引擎就不會加分 對 這是剛剛前面有講到的對不對 所以你的目的是要讓他點 所以大家有沒有看過一些FB的文章啊 都不講完很討厭 想要知道許瑋寧怎麼 瘦六公斤的三大方法 他就是不講那三個 你就必須要怎樣 點進去 好點了這個行為發生了 好乒乓你就被加分了 裡面你帶到的訊息 你的網站的內容就被加分了 所以你的PO文 如果大家未來要經營粉絲團了 不要一語道破你的梗 要留梗 然後比如說他每天都喝這個 長出了這個東西 引發好奇 維多利亞那個米蘭達要再度回歸了 不過代價是什麼 很想看很想知道 實用的資訊 比如說運動後越吃越瘦的七大食物 這就要看你的產業別 最好你的PO文的東西 都跟你的產業別有關 你是做美容的你就PO美容的 你是做吃的你就PO吃的 那這個都是可以在經營粉絲團的一個部分 比如說像 比如說我今天是做一個在地的商圈 我是賣肉丸的好了 肉丸要怎麼PO啊 不可能每天都在PO 好肉丸的三大吃法今天PO完了 明天七大料理方法也PO完了 那後天要怎麼辦 你可以想想看啊 我是賣吃的 我要怎麼讓客人到我的商圈來 我附近有什麼好玩的東西 我去介紹別人 這附近有很多好玩的東西 我隔壁的那個阿伯是賣竹筍的 他從以前就是怎麼去 去好好的就是用無毒的料理去種他的竹筍 去說一些故事 他可能就會來你這個商圈玩 去買買阿伯的竹筍順便來你家吃肉丸 或吃你的肉丸去順便買竹筍 所以你要去想你的東西 去怎麼去增加這個最重要的東西 就是互動性 那最好不要放棄的一件事情就是 當客人到你的店家 你看我們去很多地方有 你打卡我送你飲料 打卡了是不是他就加入你的粉絲團了 別人也看到他去了這家店了 他如果寫個評語天哪超好吃 我很多的餐廳會去吃 都是因為我朋友打了卡說超好吃 我就會把它記下來 然後下次跟朋友約吃飯的時候 我就會去這家店 所以其實透過客人來你的店的時候 請他幫你的粉絲團打個卡 然後按個讚 這個都是很好的 可以免費增加你的會員的方式 所以再來之外 就是像剛剛那個是一個自己的園藝店開的粉絲團 除了這件事情 你也可以參加別人的交流的粉絲團去找客人 所以粉絲團不一定是只能自己坐等客人來 你也可以去參加這種交流的粉絲團 你把你有用的資訊 你在你自己粉絲團PO完之後 你也來別人的粉絲團去做分享 所以別人也會透過這種綜合型的粉絲團 看到你的文章 知道你是誰 認識你 他也會進而加入你的粉絲團 因為一開始在建議粉絲團是比較辛苦的 因為我要去哪裡找粉絲 而且在FB上面是可以買的 可是買就是要花錢嘛 我們總是要先想怎麼先把不用錢的東西 先想辦法榨乾 而且尤其像這種 比較交流式的粉絲團 他的人數是多的 而且都是對單一東西有興趣的 所以你今天要做一個園藝 我就會去找很多園藝的粉絲團 我東東給他加入 我今天準備要PO一篇文章之後 我在我自己的粉絲團PO完之後 我也在這些粉絲團發表我的訊息 那這些粉絲團的FANS 對園藝有興趣的人都會看到我的文章 就會開始認識我這一家店 你就可以源源不絕去找到你的粉絲 找到免費的客群 好 那其實這個是我把那個後台 就是FB買廣告的後台PO給大家看 這是現在上面可以做到的事情 你可以去買點擊數 你也可以去買粉絲數 可是這些成本其實都還滿貴的 大概一個點擊數可能都要 差不多四塊六塊八塊不登 而且有可能他今天點了之後 很快就會把它按掉 因為他跟你的連結度不高 所以有時候買廣告 不一定要漫無目的地買 因為你買到的客人 不管你是希望消費者下載你的APP也好 去按你的讚也好 你可能是用一些誘因 像粉絲團很容易做的廣告就是 按讚分享送東西 那可能會按一次讚分一次想 然後拿到你免費的贈品 可是你跟他沒有關係之後 他很快就會把你移除掉 他不要再看到你的訊息 所以其實粉絲數最好是自己 經營出來的是最好的 而且找到剛剛講的關聯度最高的是最好的 但是他的行銷工具其實也非常的多 可以增加就是剛剛講的下載 增加你的粉絲團人數啊 或者是PO文 你要想要讓更多人看到 這個都可以做得到 那他甚至呢有點小 他甚至也可以鎖定族群 比如說你很確定你的商品是幾歲到幾歲 男生還是女生住哪裡 單身還是有結婚 這個都是不同的可以設的群組 你就可以去想你的到底要用什麼方式 找你的客人是最重要的 那如果你自己已經有一個網站 比如說像我之前在東京佐伊 我們自己已經有消費資料 我們會把消費資料整包丟進來 去找跟買我衣服的人相似的族群 把他找過來 然後對他PO廣告 這個是精準度可以提高 所以未來如果你們有在做 FB廣告這件事可以把它記起來 就是你可以透過自己網站 已經有的會員資料去裡面比對 因為他裡面的人數非常多 去找到相似的人 相似的人是什麼 是他的行為 比如說我是這個東京佐伊的會員 我在東京佐伊有會員 我在FB也有會員 我一定有我自己的行為 比如說我都在FB上面 看流行時尚的資訊 這個 這位小姐好了 也是在FB上看流行時尚的資訊 可是他沒來東京佐伊買過衣服 那我跟他年紀又想仿 他可能就會認為說 他可能也會是一個族群 他就會把廣告放到他這邊來買 那他把廣告給他看之後 他點跟他買的機率 是不是給一個 完全跟你是不同型態的人 來的精準度高很多 所以這都是現在網路上